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嬷做的萝卜糕 在成年外出打拼之后 她对家的情感只有越来越浓烈 老师在妻子耳边诉说着记忆中 阿嬷做的萝卜糕有多么的美味 就在工作最不如意的那一年 又有养家压力 夫妻俩于是在家义乡下租了一间土角厕 一次又一次慢慢钻研记忆中的好味道 而且许英杰坚持柴烧炊蒸 少量的手工制作 只为了重现阿嬷的传统萝卜糕 传统以前客家留下来 这个菜桃柜的味道把它保留下来 已经很少人在做 这个传统的手工这种菜桃柜了 比较少 红砖砌成的古早灶头热气蒸腾 灶口内置焰烈火不间断燃烧着木柴 发出琵琶声响 烧着热水备用 同一时间就看许英杰已经开始备料 事前泡水泡了三小时 等到米芯完整吸收水分 一年多的再来米 为什么一定要选这种米 因为它的米它是专门给锤柜用的 因为它的米质不像我们吃饭的米那么软 而且要放 放到它的水分比较少 而且那个做出来的才不会黏黏的 不用当季心米 这清香的再来米 至少得要储存一到两年才能死水 少了水分 口感也就更Q弹 这时候拿来制作萝卜糕 最是恰当 这种做法真的很少 因为麻烦 你看这样就耗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每一次都小量制作 这是许英杰的坚持 因为纯手工一个步骤都不能少 这个米要摸起来细细的 那个吃起来才会绵密 如果太粗的话就有颗粒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磨成这样 就看许英杰忙着磨再来米浆 另外一头太太夏凤美可没闲着 外形胖嘟嘟的白萝卜 在夏凤美双手之下 快速洗着战斗澡 先把表层泥沙给洗净 接着就看它动作俐落 转个身继续快手 将这些白萝卜 好好收容一番 但这样还不够 夏凤美说主角白萝卜得要美美登场现意 那才不会影响口感 它已经裂开了 里面有沙 没有挑开会吃到 我们都找附近的农民 请他们种给我们 有一些不好的会长脚 长很多脚 那有淋油脚的 它里面的那个纤维很多 就不太好 就这么仔细修容后 才要开始切块 这条萝卜一定很好吃 因为声音就是很清脆 从这个小动作 就能听出萝卜的好坏 这可是靠经验 累积出来的好耳力 冬天刚好是吃萝卜的季节 它的香气会不一样 冬天的香气特别好 就在这低矮头嘎嘴中 夏凤美忙着和萝卜奋战 徐英杰就准备再来米浆 夫妻俩分工合作 已经是多年末期 那我们就是两个人 就是少量的做 有订单就做 不求量多 但求品质能够自己掌握 但徐英杰的萝卜糕 制作过程可不是这么简单 吹蒸之前 它得先劈柴 高举斧头用力挥下 这劈柴的体力活 徐英杰天天都得做 土家厨大拼柴的声音 也就这么回荡 再回荡 他盖房子的时候 以前的人都喜欢用筷木 蜘蛛基 还是比较不会有从咬的 那个木头 那我朋友刚好在做那个拆房子 我就顺便跟他要 现成的废弃木头 在他眼中 可是得来不易的宝贝 因为这个火 吹起来比较软火 软火不像瓦斯的火 瓦斯的火比较直接 比较强 那有个人你太强的话 外面熟了 里面那个 那个里面的核心 还没熟 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 把里面那些柜 把它整熟 让它温度够 它不能火太大 有这一层坚持 其实跟徐英杰年幼的经历 很有关系 我们喜欢用 小时候用那个大枣 用木头去烧 而且烧起来 人家说比较软Q 比较密 徐英杰记忆中 阿嬷做的古早味萝卜糕 就是这么来的 小时候啦 是跟阿公阿嬷一起煮啊 所以每天都是做 那个农村的生活 而且种田啊 那是不是因为 种田的关系 旁边的一些邻居 会帮忙帮工 所以我们 我跟阿嬷是准备吃的 所以是菜桃柜 而这劈柴被柴火的体力活 从小就是徐英杰来负责 即使已经时隔20多年 如今做起来 还是再熟悉不过 其实47岁的徐英杰 曾在医院 也到过药厂 做过行政评管工作 十多年的光阴 却没攒下多少钱 返到家中 有三个小孩要养 这金钱压力 逼得他不得不思考心出鲁 刚好阿嬷也有教我 我刚好是客家的 所以就来做这个菜桃柜 是我教他做的 是因为 他就是一个月才赚一万多块 然后没办法养一个家庭 然后我们想说 不然就做生意试试看 然后就先从我们最会的 最原始的这些菜桃柜做起 只是记忆中阿嬷做的萝卜糕 这味道要找回来 还是花了夫妻俩一番功夫 要把以前那种 阿嬷传给你那种记忆 再叫回来 那是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是 刚开始先试做 其实中间也试做了 大概十几次上下 中间然后再慢慢调整 失败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 但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剥索中 徐英杰慢慢找回 那记忆中对的味道 大锅中煮着白萝卜 空气中弥漫着香甜味 熟透后的萝卜带点透明感 这就是徐英杰要的质感 这个要一直搅 才不会沉淀 食材它本身就有特殊的味道 我也比较喜欢做天然的食材 那个味道才会简单 徐英杰的萝卜糕原料很简单 就只有再来米浆 混合搅碎的萝卜泥 一比二的方式制作 毫不藏私 我觉得还是会回归他们喜欢吃原来的东西 像说过年他就喜欢吃菜头粿 蚝仔粿 特别的就有樱花虾 台湾产的樱花虾要先炸出酥脆口感 它大概五秒至八秒就可以起来了 超香的 台湾的樱花虾才有 瀝干多余油分后 就看夏凤美大把大把加入樱花虾 天然的食材 一定量要多 味道才会够 紧接着倒入 混了萝卜泥的再来米浆 仔细搅拌均匀 在乳白色的米浆中 点缀了橘红色樱花虾 让古早味萝卜糕 多了一抹虾的鲜甜味 一个人成六个 然后我们有时候量多一点 会把它叠上来 最多可以叠到三层 最多的量 一个就十八个 两个就三十六个 小时候我印象中 就是以前我们的过年一定要吃的 平常也可以吃 也可以当早餐 以前有一个意义 就是团圆的意义 因为一般过年 我们才会催菜头粿来吃 因为他们大家都会回来 所以阿嬷阿妈妈 都会准备菜头粿 给他的小孩 双眼紧钉顾着灶火 徐英杰的双颊上 也跟着热出了一片通红 要常常加火 用木头来吹的粿 它就有特别的香气 而且那个绵度是不一样的 等待就是为了让米浆慢慢熟成 蒸吹出Q弹绵密的纯米萝卜糕 要吹过 吹就是把它再搅拌 是不是有一点丑丑的 稍微把它 因为吹 它有温度嘛 慢慢它都会熟成糊化 这个动作 在整个萝卜糕的吹蒸过程中 至少得重复三次 你看没有水水的 整个变成这样糊糊的 就可以把它抹平 很重要的一点 是为了不让底层的再来米浆 给吹蒸过了头 同时透过搅拌 也能充分混合所有食材 看似简单的步骤 却每个环节都不能省略 早要16个小时 从早如果有订单的话 早上到半夜一两点 对啊 因为这个需要时间 顺便贴 也因此 两个女儿一有空 就来协助包装作业 过年前真的很可怕 大家都几乎就很少睡觉 有空的人就赶快 找时间去顾眠一下 然后就一直做 在吹烟鸟鸟的头嘎厨中 徐英杰一心重现 阿嬷留下来的古早味 而太太夏凤美 就是最好的后盾 我们的家庭 就是没有那么辛苦 也没有烧过柴 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劈柴 扛柴这件事情 这是从做菜脚柜开始 于是两夫妻开始 土法练钢跑展场 就是希望把柴烧萝卜糕的好滋味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倒也真的因此培养出不少 死中逃渴 常常就像这样开车路过 进来打声招呼 顺道感受一下小时候的记忆 他们两夫妻两他们在 对一些食材啊 还有一些工法都会特别讲究 因为很少看到是 还是用这种传统的 用那种柴下去烧 然后下去做出来的柴烤糕糕 即使现在天天做年年做 徐英杰还是努力要紧抓 那存在回忆中的老味道 担心是把那个柴烤糕做不好 因为这是阿嬷教我的东西 我一定要把他以前教的东西 把他想出来啊 把他做到最好 来吃贵哦 来吃贵 这柴烧出来的萝卜糕 绵密滋味 香气四溢 不只紧紧吸住一家人的心 替徐英杰打开人生新路途 更承载的孙子对阿嬷 长久不断的浓烈想念 品尝完咸香传统的萝卜糕 在下一段节目当中 为您送上香甜又应景的年糕 广告回来传统好滋味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在台北曾经有一间 靠着传统外省中式糕饼 打出知名度的老饼铺 开业将近一甲子 却在2011年 因为第二代无意接班宣告洗灯 从学徒一路担任到 总厂长的吴炳祥 在老饼铺待了30多年 增舍得吹洗灯号 在获得老东家的首肯之后 带着老饼铺 两卡车的身材器具 回到宜兰老家重启炉灶 用的依旧是老字号商标 年节招牌桂花年糕 选料更是不愿千里 沿用台北的供货商 也保留着繁复的手工制成 坚持用筷木吹蒸年糕的传统记忆 从网购重新起家 每回最忙碌的年节时刻 吴家两代重回宜兰老家 投入制品与行销 为老主顾行客群留住这股好味道 一家店好好的在我的手里 这样也不见了 但是有点舍不得来 有点不服气 就想说把它延续 延续老东家那种口味 延续下去 所以再回来自己家乡 开个小店面 曾经在台北闹区 辉煌一甲子的桂花年糕 借着吴炳祥的双手 在宜兰水田间再度重现 小小的工作室内 传出搅拌机 急速运转生 年糕的每一道工序 陪着它整整43年 我要的糯米是要纯圆糯 很专很专的圆糯 不能有一些栽兰米有什么样 这样起来的话 那个年糕会比较硬 我们没有餐什么东西 那个打西杂瓣的东西 很快就老化了 你再餐一些栽兰米的话更快 Q弹口感关键 来自单纯无添加的圆糯米粉 但越简单的通常越是难得 我就想说去外面买来做做看 结果做出来的话 因为不晓得是有加淀粉还是什么 不清楚啦 就是做出来跟以前老东西的口味完全不一样 就是做不是那种口味 然后后来就急救张 就把机器定位以后自己抹粉 表面是亮亮的 油油亮亮的 光滑光滑的这样就可以了 汗水搅拌均匀的柜材要进蒸笼前 还得考验老师傅的指令 节省蒸的时间 这样比较快熟 要不然这么大一块不容易熟 做这个的话做个五年的话 阴爪功都差不多可以练起来的 遵循老东家古法 用传统檜木蒸笼吹蒸年糕 才能留住吴炳翔口中的好滋味 用檜木蒸笼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有一点香气 有那个檜木的香气 再来就是它不会滴水 像如果铁的蒸笼的话 它容易冷掉 冷掉的话水蒸笼碰到 那个铁能的话它会滴水 滴水就会影响到 那个年糕本身的品质 吹煮时间一个小时 出炉前还得再反复检查 年糕一离开蒸笼 就得跟时间赛跑 而只要一滴于五十度 年糕就会变硬 难以塑形 加热水减缓它那个糯米老化的时间 延长一下 不为高温不怕烫伤 十秒内先将年糕徒手拍打成型 温度差不多最少有八十度 八十度 手要很耐热 嗯 对 皮要厚一点 近八十度的年糕练就了铁手铜纸 成型后分块再包卷成条 亮上各把月的桂花内馅 是吴师傅坚持不远千里 从台北迪化街才买来的 我们老冬家根本 那时候他是外産人嘛 他是大陆过来的 他说他小时候做这个的话 是咸家总动员 这是栽的 栽的半天才栽 一碗两碗这样而已 这个做的话 因为它太咸 特殊的味道就比较咸 比较咸的话 配上我们那个年糕是甜的话 吃起来综合起来更好 不错 这就是延续老冬家的味道 对对对 就是几十年都如一日的 都一样一模一样 都没有变 料理台前 手法俐落 是磨出来的老经验 看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就是有一点难 但是不会说很难 只是包起来形状不一而已 大概会有怎样的形状 形状就什么形状都有 他会乱跑 他会乱跑 他会塌下去 不会整条 不会整条像这样油油 他会塌下去 最可那么小都没那么大 咬尽足 米香浓 咸甜 香秤 恰到好处 每到春节 热销八千条 汉中式糕饼结缘 要追溯到吴师傅十三岁那年 家中排行老四的他 因为没机会升学 意外走上糕饼师傅之路 十三岁我就可以当学徒 国小毕业啊 家里穷 就没有再继续升学 就也没有 谈不上什么兴趣啦 就是人家叫 你去局局那边 那边有人要 当招收学徒 你去啊 我就傻傻地跟人家去啦 现在以来高饼店模基本工 在北上台北到知名饼铺当学徒 谈起对老饼铺的第一印象 吴炳霞仍相当深刻 刚刚进去看的实在是 有点吓到啦 比如说他叫的那个鑫子 那个豆沙啦 还有什么那个棗泥那种鑫子 看到了 哇 排了一堆 我在我以前那间小店 那个家的 可能永远都用不完啦 真的很恐怖 最多的时候就是 中秋节他们是最忘记嘛 忘记的话 人最多的话 我们吃饭就有八做 总共有八十几个人在做 从管杂货部的学徒 一路做到厂长的吴炳祥 除了练出一声技艺 让吴炳祥更铭记在心的 是老老板对高饼品质的坚持 比如说我们考坏东西 他也不骂你 他都不讲话 直接拿东西拿来 就把你往这桶丢啦 虽然他不骂你 他自己的脸都挂不住 他最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要自己敢吃 自己想吃才可以卖给别人 我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 在老饼铺一待就是三十四个年头 却突然接到二代不愿接班的噩耗 在洗灯前老老板为吴炳祥铺铺了一条创业之路 烘焙工作室里头的生材器具 几乎都是台北老饼铺的旧有设备 当时我说不想再坐下去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他就叫阿翔 我说阿翔你那个 这些东西你要什么东西 你去赶快搬走 你可能对你有用的 你去赶快搬走这样 我就整整搬了两卡车 那个六顿重的那种 整整搬了两卡车回来 保留老饼铺老味道百分百复制 招牌桂花年糕 牛肉蛋黄酥更是正店之宝 酥脆美味的秘诀 承袭老东家三平一折的独门功法 而另一款保留下来的好味道 鹅仔饼则是复刻古早喜庆大饼 再调整为小尺寸 注入养生概念 坚果加上水果果干 吴炳香为传统口味换新装 希望能打响家乡名号 他想说如果是以道地的 自己在地的名称 想说那个鵝 就是那个席饼 就这么小 就好像一个那个什么 人家就像小鸟 就是小东西生长出来 就像小鸟一样 我想说既然我们是白鸟生 不只叫鸟仔饼 逢年过节 小小的中式烘焙方 订单满满 吴家老小全都下来帮忙 吴家大姐吴有志 搓起面团有模有样 河南看得出来 他曾经是位泥水师傅 六十四岁出去之后 人家靠近来说 我要上岭几岁 我熬的时候 我以为是什么东西 叫我别人说 她是她的妈妈 她走的时候 她说更香 六十岁我叫她出来 驾摩头 这样子 你今年做到 不让你做了 从建筑工地到烘焙料理 年过七十的吴有志 为了一元吴炳祥的心愿 她试着活到老学到老 同一年就一直看她做老 不会做老 就站在那边好可怜 每个人等她 好像三四个人都站在看她 自己一个撞跑一个撞跑 一他第一年好可怜 所以就想要跟这个弟弟一起做 是啊 第二年就比较会了 工作室这头 姐弟俩双手不停歇 另一头 吴炳祥的另一半正忙着包装出货 最忙的时候就是晚上争一次 早上六七点争一次 晚上大概十一二点又争一次 所以一天吃出两次货 所以就会比较忙 然后这个都会拍得满满的 然后那边也会跌得高高的 曾在老炳铺担任会计 家也住宜兰的李继华和吴炳祥的姻缘 似乎是命中注定 一同见证老炳铺的大起大落 这块金字招牌对他来说有了新的意义 老炳铺洗灯号的时候 刚开始是想做早餐店 后来是兄弟姐妹的支持跟帮忙 所以才回老家做网购 才有今天的吴师傅 每一块高饼拉近吴家人的距离 而老老板对品质要求的高标准 也传到了吴炳祥的下一代 我说那是NG的 他说没关系你通通包给我 那我心想说既然有这个饼 那客人也不会失望嘛 我就把饼通通包给他卖给他 等吴师傅醒来之后 他就找那个饼说饼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刚刚帮你卖掉了 他我很开心结果 他跟我两天不说话 因为他非常严谨 他认为这样的饼不应该卖给客人 所以我以后就知道了 不敢乱卖饼 从网购做到小店面 老味道一路飘香到宜兰 新银区多老饕 远从台北慕名而来 我们一般在选年糕吃的时候 都是韩式的那种年轻人的餐厅 比较才有那种年糕 那我们就是来吃了之后 觉得他们的这个年糕真的很特别 来这里几乎都是办休闲式的每一个点 慢慢走慢慢走 那无意中就逛到这个地方 试了之后觉得这种口味还蛮怀旧的 也就几乎每年都来 只要有过来宜兰都会来 高饼店制成告一段落 老师傅仍是闲不下来 在老家厨房为无家人炸一盘年糕 以前的话就各自上班嘛 上班各放假日都不一样 像我的房业的话 休假日好像是更忙的时候 别人休息我就不能休息 我休息了别人都上班去了 那没有 所以因为我在这边坐 那兄弟姐妹有放假就回来 就在凑在一起的时间就变多了 变长了 好棒喔 十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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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的是用心做 身体力行的高饼职人 用一身记忆凝聚一家两代 在僻静的田野乡间 年年烘焙着传家美味 说起做面店 山东人若称第二 恐怕很少有人敢贸然称第一 下一段节目当中 这间山东面馆不但清炖牛肉面 堪称一绝 每回年节限定推出的馒头 更是专属于山东人的传统年味 广告回来带大家一块去尝尝 回到节目现场 带您来到台北这一间 首艺传承三代的山东面馆 曾获得全国牛肉面大赛 清炖组第三名 还有全台湾百大餐饮老店等殊荣 每到年节限定的早发馒头 寓意早早发财 更是山东人的传统年味 第二代老板刘瑞生 坚持老面发酵 手工制作 传递思乡之情 而说到了这间山东面馆 除了纯正的山东味 是店内的招牌 店里头还有另外一个吸睛亮点 就是第三代接班人刘书宏 因为外形高挑亮眼 被来店里用餐的心态给向众闯荡演艺圈 观众经常可以在广告 或是偶像剧当中看见她的身影 有厨师执照的刘书宏 即使行程满党 但只要一有空 就会回到餐馆帮忙 父子连心让端上桌的每一碗 道地北方餐店 都藏着幸福好滋味 那里面一丝一丝的 有没有 那就是老面 馒头对我来讲就是 儿时的记忆嘛 每年过年一定要做早馒头 就想到我们跟父母亲一起在 在床铺上在做馒头那种感觉嘛 浓浓山东味的早馒头 象征五福临门来年早发 是北方共神祭祖的过年点心 也是山东面馆第二代老板 刘瑞生的四香滋味 但光是前置作业 就得耗上一个礼拜 养出一锅老面 那通常要放多久的时间啊 夏天大概要差不多 一个多礼拜 天气 天气热比较快发啦 因为天气热嘛 那天气冷的话 有时候要发 发它一辈的时间 对 天气冷嘛 那有时候 我老一辈的 以前我爸爸他们那时候做事 用棉被盖着它 它才会发 那我们就是现在在室内 还OK的 不摻发粉 酵母 单纯用水和面粉自然发酵 才能酝酿出山东馒头的口感 天然嘛 一般的我们的酵母发粉 它都是 它的成分不那么纯嘛 那我们一般外面买的 那种发粉的馒头 它有点像面包 它压下去它就扁下去了 老面馆头它有劲 它咬起来非常有口感 发酵过的老面 得再调入碱水和心面 刘瑞生说 这个步骤北方人叫做对碱 没有比例标准 父亲那一代学来的老经验 用鼻子细细纹 我们都要靠纹啦 老一辈的假如说 这个时候面还是很酸的时候 他会拿这块面团去沾这个碱水 再沾一下 再调一下 再调一下 就酸碱中和嘛 面团打好了 搅拌均匀的面团 得再揉出筋性 就是打倒了媳妇揉到的面 他就说面一定要揉到 揉三道 醒三道 它面团才有进度 你揉得越好 像一般我们看的面团 你今天有没有偷懒 我这样压一下就知道了 面团你打好 你这样压下去它没有弹不起来 就比较是你没有偷 压面积来回最少十个回合 逼出空气后才能开始分块揉形 就是顺着它这个进度这样揉 对 就顺着它进度 揉到我们想要的这种幅度出来了 有没有 揉到我们想要的幅度 有没有它出来了 圆了 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搓 把它收口 收口 现在叫收口 有没有 收口有没有 变这样圆的 然后再把它弄 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弄高高 它等下 你太低的话 它发起来是变塌下去的 所以一定要高高的 额头上逼出陡大的汗珠 年过六十的刘瑞生 把手做的坚持揉进了面团里 机器压材是死死的 那你经过了我们人的手去 把它面性它揉出来 所以我们手工的馒头 人家喜欢吃 就跟运动一样 你看今天天这么冷 我一身汗 表示这馒头就是很好 雪白面团用指头 挑出一个个小洞 耐着杏子塞入红枣 山东老爹得收起大喇喇的性格 那塑出来以后 最好拿筷子把它擦一下 把它擦到 就是等一下要找 什么 这样 急不得 对 就慢慢来 就真的 不过一般我是急性子的 而这红枣怎么挑 也藏着学问 那油脂的话 它比较急力 你这个枣 枣盘头没有五脂 就是你没有后代 一定要油脂的 而且在油脂 它撑这个枣它会很挺 没有止它就 人家蒸出来就塌下去 甚至它会流出 那个红色的枣子的 很难看 来 去发酵 发酵一个钟头 蒸煮半个小时 时间 火候 得掌握得恰到好处 因为千亿法动全身 不能蒸十分 蒸大概九分熟 也是熟啦 但不能过头 过头它那个表皮会皺皺的 然后我们开的时候 不能一下子开 对不对 先慢慢让它散热 慢慢让它散热 好 慢慢让它散热 对不对 然后先闻一下 我们馒头的香味 然后再慢慢地开 慢慢地开 慢慢地开 好 又慢慢地开的原因 不是 对 因为慢慢开 你一下开它会 一下子冷它会缩掉 热腾腾出炉的枣馒头 红艳艳 喜洋洋 面香 枣香 合而为一 是老山东面馆年节限定的人气商品 每一道工序 都藏着父亲刘桂枝的影子 五十年山东味 从饺子店鸡 到如今的店内招牌 清炖牛肉面 一步一步攻陷台北都市人的味 以前是吃饱 那到我们就是 我父亲就觉得 就变成吃饱OK了 就要吃好了 那到我们现在这边要吃巧了 所以一般外面都是 就是红烧的比较多 红烧牛肉面 我们先讲 讲台湾牛肉面 就想到红烧牛肉面 豆板酱 那为什么我们会做清炖 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这块肉 把这块肉 它的原汁原味把它呈现出来 清炖汤头 天天现煮现熬 一天之际 从菜市场寻宝 拉起序幕 等一下蒜了一斤多少 再来一斤八十 八十 八十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来 你先一斤 好不好 那等一下一起蒜 拎着大包小包 下手快横准 即使早已摸透 每样蔬果的特性 刘瑞生在摊商前 可没有老板架子 用别角的闽南语 让买卖关系零距离 他这一滚就弄了 还香 你可以处处处处 OK 好 游师傅的比南语都是跟 跟大姐学的 对 他都把我教的 我大姐 没讀大姐 没讀大姐 说台语 说台语 很棒 我菜都跟她买 好 汤头秘方 新鲜是唯一王道 刘瑞生更下重本 牛大骨和牛排肉 美味升级 你材料不好的话 臭臭 你用的肉汁不好 它不香 不甜 对啊 你看这个牛排 牛排肉 熬煮汤头 食材摆放 不能操之过急 一层一层 规规矩矩 他们说煮东西 一定要有一个顺序 对不对 那你最难煮的是什么 牛大骨是一定要垫在下面 再来就是牛肉 再来就是蔬菜姜 它就是比较好 这样有成 假如说你把姜 洋葱都丢在下面去了 那牛大骨跟牛肉放在上面 它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熬煮时间三个钟头 盯着锅炉调整火后 顺手撩起表面上的浮沫 清澈汤头100分 清炖牛肉面 另一个重要角色 来自烧牛肉的手艺 那我用洋葱垫在下面 姜 葱 西芹 然后最后倒白酒 好 我们开火 大火烧开 在小火慢熬 追求口感软嫩不柴 每一块牛肉 起锅时间都不同 你要说 你看这一 虽然是一块 我们把它分割出来 但是也许它腱子要稍微久 因为腱子在牛肉的小腿地方 它活动量很大的时候 那块肉可能就要煮久一点 牛肉起锅 紧接着就是考验老师傅的刀工 你逆纹它 它口感当然一定会咬下去 就是很容易让它入口 假如说你的纹度切错了 你顺纹的话 它容易塞到牙缝里去 每一个步骤斤计较 另一半周美会笑说 做吃的这一行固执也是优点 做吃的真的很辛苦 真的 有吃股要求也很高 对 很姑毛 它有它的固执 执着方面 这也是它的好处 那像它这样子的 几乎很少的 夫妻俩结下姻缘 要追溯到36年前 周美会一家人 当时是餐馆的座上宾 一盘山东饺子 让刘瑞生抓住了 未来丈母娘的胃 店里吃水饺认识的 然后第一次去 因为哥哥带我去了 然后看到刘师傅 这么努力在做事情 在包水饺 你就喜欢上它了 也不是 我妈妈很喜欢它 当年林森北路的老山东饺子馆 因为都市计划拆迁 夫妻转战经营水饺食品加工厂 但为了传承手艺 五年前 刘瑞生决心重启炉造 那我想说 我这个记忆 希望能传承下去 对不对 能传下去 当然现在的年轻人 他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但我要把它 既然我要传 我就把它做成标准 简单 对不对 每个人学都很容易上手的话 他就有成就了 包括我儿子 包括有心要来学 他就觉得他就 他愿意来啊 擀面包线名快俐落 老面馆第三代接班人 刘淑宏 在父亲身边磨手艺 已经16个年头 本来是他偶像 结果他 等到他成年了 他就想说 你好像不是我的偶像 周杰倫才是我的偶像 外形亮眼 被星探向重的刘淑宏 闯荡演艺圈十年 即使再忙 也总挂心着老面店的未来 希望就是我戏 戏拍完有空档时间 我还是希望可以再把这个 家里面的品牌 再稍微转型一点 让更多年轻人 其实会来这边吃 为了推广家传味 父子两代携手参加各大小赛事 拿下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第三名 两岸十大名店金奖 山东面食走向精致化 其实还有另一个推手 刘淑宏的哥哥刘再豪 我们牛肉面是招牌 还有小笼包 鱼饺烧鸡 跟拼盘 都蛮好吃的 清炖牛肉面 鲜鱼蒸饺 山东烧鸡 端上桌的每一道料理 是世代传承的坚持 但这一切 对刘再豪来说 曾经相当陌生 我是学念商的 那之前在外面上班 那时候上班上的七八年在银行 对那刚好想说 这五年 就是最近这五年 回来家里做这个事业 是因为想说 父母年纪大了 从金融业跳转餐饮界 更让他珍惜的是 一家人能凝聚在一起 最近这几年慢慢有感受到 因为就是 能够全家人能够聚在一起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很多客人说 就是会问 他是说 很喜欢看我们全家人 在厨房做 在外面做 就是跟客人招呼的感觉这样 他喜欢吃这种氛围 很多客人说 有家的感觉 家的感觉 在料理之间流窜 山东老爹 用坚持做到最好的精神 要让思香美味 持续飘香 下一个五十年 最近在网络上 有一则影片 据说网友看了是 一秒落泪 画面当中是一位 美国高龄90岁的二战老兵 双眼失明 最近又痛失亲人 他的孙子 为了帮爷爷 准备一个惊喜 感动了许多人 管个回来 这段感人故事 与大家分享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寻找台湾感动力 最近网络上有一则影片 感动了不少人 内容是美国一位90岁的二战老兵 战争造成他的双眼就此失去光明 最近他的亲姐姐又过世了 让这位老兵郁郁寡欢 他的孙子为了替爷爷加油打气 特别从佛州飞回家乡 跑到爷爷经常去的餐厅 假扮成服务生 帮爷爷倒咖啡 点餐闲聊 最后爷爷才发现 是乖孙回来了 当场惊喜落泪 当时偷偷卫装成服务生的孙子 还开口跟爷爷闲聊 发现爷爷都没有认出他的声音 最后终于忍不住了 开口问 你不认得我吗 爷爷回答他说 我的双眼失明看不到 正当感到困惑时 才终于认出了孙子的声音 当场高兴的眼面落泪 伸出手来紧紧握着孙子 他的孙子也感动的说 爷爷是二战英雄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爷爷 流露出真性情 这一场惊喜相聚 让祖孙俩都留下了深刻的感动回忆 也希望大家要多多关怀 家里的老人家 您的陪伴 会是他们最大的健康 与快乐全员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寻找台湾感动力 我是陈嘉宜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